说点事 北京爱有条鬼街 就在东芝门那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老听同事说 下来班去鬼街 吃夜宵小龙虾 说半夜不打烊 我听着就觉得有点诡异 后来才发现 是这个鬼字 据说是后来特地改的这个字 改的很有文化 你去国博看一看 各种各样的鬼很多 有青铜鬼也有玉鬼 鬼是一种圆形的成器和礼器 祭祀的时候用来成 鼠祭道梁的 那周历里面就有 樊祭祀共服鬼 十之成之的说法 而且啊 鬼里面还有名文 记录当时的大事件 这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那就太重要了 你想那都是三千多年前的事 当时有没个录像 也没个书的 怎么证实确实有那些事呢 青铜器上的名文 那就是线索和佐证啊 比如说历史上的五王法咒 据说双方在物野交战 周五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那证据呢 国家博物馆有一间禁止出国展览的重要文物 西州历鬼 在历鬼的底部 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四行三十三字的名文 上面啊 就有五王争伤的记录 连时间都写上了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 特别有意思 以前啊 咱们老祖宗啊 祭祀用的这些礼器啊 几乎都是石器 或者是炊具 都和吃有关系 那个时候的祭祀 常常就是求个风桃雨顺 风衣足食 我们现在条件好了 但是说来说去 奋斗干饭 也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嘛 更好的日子里 当然必须有美食了 所以美食街叫鬼街 是不是还挺合适的